其实我那时候去美农 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我们那时候去拔白玉萝卜 然后我就跟当地的农夫聊天 白玉萝卜怎么种 其实在台北这几年 我们很流行去 一种很特别的地方买农产品 不一定是去传统市场 或是超级市场 我们到弯腰农夫市去买 是 对很有趣 甚至是你看像那个 罗云嘉先生 他在台北开了书店 他的书店谁想要到 书店旁边卖菜 对 然后你就很清楚 这个菜是谁种的 它是怎么种的 其实惠玲讲的这个就是 所谓的农夫市集 当然这几年 像台北的弯腰农夫市集 是一样好的一个市集 因为它就是 等于说是在城市里面 让消费者有机会 跟农夫直接的面对面 就像你说的关心 这个食物是怎么种的 然后怎么吃最好吃 然后你也要这个食物 对 因为你认识的这个农夫 然后你知道这个食物的特色呢 从事你做菜 你吃饭 你享受的就不一样 你会跟着节气 然后你会知道 是谁帮你种出来 你会心存感激 然后你会愿意更支持 更多好的生产者 那我觉得农夫市集 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可以让城市的消费者 来直接认识生产者的方法 那其实台湾有非常非常多的 这样子的市集存在 那所以说类型也都是蛮接近 就是强调这种产效的直接连结 甚至就是说它是一个农学 就是一边学 一边做农一边学 消费者可以学 一边做农一边学 对 农学市集 比方说像台中的河湖市集 就叫农学市集 248 洋鲁门的248 也叫农学市集 就是说这个学习 也有农夫这些生产者 互相交流一些品种 农法等等 那也有消费者去跟农夫学习 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存在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就是让消费者能够 知道自己的食物从哪里来 并且愿意支持好的生产者 我对于一件事情真的非常印象深刻 我记得我曾经去我家旁边的一个 传统市场买菜 然后它的传统市场就有一摊 它就特别标榜说 我是有机的农业种出来的菜 那它的菜真的很漂亮 可是讲老实话我认为 我很希望你是有机的方法种 可是我们不一定很确定 你是真的是有机的方法 所以在农夫市集 我们很确定 我知道你是谁 我们面对面接触到 然后我知道你种菜的方法 不是盥行农法 你不是撒农药 去让这些作物成长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跟一个 来自农村的年轻人 他就说他回家去种田 他想要用有机的农法种 可是他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不是去除草 不是去抓虫这种 他说他最困难的是 他要防止他爸爸半夜 去帮他偷洒农药 对 其实来自农村的这些用心 都让我们可以吃得到很健康的食物 弯腰农夫市集对农夫有什么好处呢 弯腰农夫市集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 很鼓励大家去 他在每个月第三周礼拜天 全天然后在正大公企中心 就是金华节这边 那他独特的地方是说 当然有来自全台的农友 特别牺牲假日来这边 跟台北的消费者见面 然后他其实有几种不同的类型 比方说他有社会议题型 比方说曾经面临征地的一些农村 他们现在重新可以 就是保住自己的土地来恢复生产 那又或者说是有这种 友善耕作的类型 然后有这种小家庭农场型的 然后也有这种绿色生活类的摊位 所以你可以在那里 方方面面看到就是说 以农为中心的连结到饮食 连结到生活 然后有非常多的好朋友们 可以去认识 然后他也比较特别的是说 其实他们就像你说的 可能我们一般讲有机 当然有官方的一些认证 官方跟民间的认证系统 可是在农夫市集 其实是由市集的管理者 他会定期去拜访这些农田 加入之前也要经过一些审核跟送业 然后之后就是说 就是加入之后呢 保证这些农夫都会好好的管理田地 然后消费者同时也来认识 然后并且就是说来支持他们这样 所以我觉得透过弯腰农夫市集 你可以认识很多好的农夫 你可以去问他们就是 怎么做最好 其实对我们来说 这些菜怎么做料理 还蛮重要的 每次去买菜的时候 就问他说 这到底要怎么炒 然后这要怎么料理 然后有一些妈妈好可爱 你就买了萝卜 他会告诉你说 我告诉你腌萝卜怎么腌 那种我觉得是很家常的 可是很代代相传的那种料理的知识 其实这些市集里面 也都有很多是这个农产手作的加工品 那真的保证是妈妈的味道 然后又没有加化学的防补剂 这样可以吃得非常安心 像现在台风季节 是 就常常会有一些那种 你在台风都还没有来 菜价就升 或是台风之后 菜价会飙涨 是 对 文洋农夫市集 是可以让农夫 以比较合理的价格 去采收吗 对 其实我觉得 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 友善工作的生产方式 然后如果说它能够避掉这种 过去可能是透过这个大盘 中盘这样的产销系统 那其实价格是比较是在那一端 那小农可能通常没有什么溢价的能力 可是如果说是像农夫市集 消费者是直接可以面对农夫 直接支持呢 他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平稳的这个价格 所以你反而可能在这个台风之后呢 你去买有机类的蔬菜 或是直接跟农夫买的话呢 价格其实是 搞不好是比外面的市场来得更平衡的 其实我们知道有很多台北人 也开始加入这样子的 帮农夫卖的行业 好像有一个人还蛮可爱 直接跟农夫买 对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 除了像在都市里面 然后用农夫市集 直接面对消费者 那大概还有几种 我们都是觉得可以 很有善地支持生产者的 包括共同购买 像主妇联盟 消费者做社这样 就是找一群人 支持一群农夫嘛 那你有这样的消费需求 对 然后他们去找到好的生产者 并且用器座的方式 那也所谓的器座就是说 会共同分担 这个风险 对 那这是一种模式 那慧玲刚刚谈到 直接跟农夫买 我觉得也是近年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 因为大家都知道社群媒体 它其实在消息的传播 就是跟这个人际网络的连结 是很有用 很有益处的 那慧玲农夫买 它是原生的这个社群媒体 就是在粉丝页 脸书的粉丝页成立 然后鼓励就是说 大家来认识农夫 那如果说有发生一些天灾 或者是产销崩盘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就会把好的生产者的资料 当然他们是鼓励友善工作 把他们的资料 或是他们的作物讯息分享出来 然后大家直接去认购 那他应该也是成立了两三年了 然后有十几万的按赞粉丝 那成立者是买买式小金 他也是一个奇女子 总之他就是因为非常关心农业 那有了这个社群媒体 那现在他们也转做社会企业 也是希望这个 透过网路 因为认同而支持的消费者 能够更稳定的来支持生产者 因此用2300口 2300口 他们想要找到2300位的支持者 然后支持就是好的农夫来生产 其实你说住在城里面的人很幸福 我们只要用吃 就可以支持农业 我们只要用我们每天的买菜钱 你就可以支持农夫 做好田间的管理 支持他用比较友善的方式耕作 对 其实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是不是 真的 夏天可以吃到好吃的荔枝 冬天可以吃到好吃的萝卜 一年四季 只要好好保护好台湾 我们就什么都有得吃 是 而且就是农村啊 农地啊 它真的不只是生产作用而已 它也有就是保护生态 如果说你用友善的方式来照顾它 对 那稻田都可以涵养很好的水源 对 然后呢 农村也能活泼 能有好的生态 然后它也兼具这个文化 或者是生态旅游这样的价值 对 所以真的看得不仅仅是产值而已 对 它的价值更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支持 对啊 你看林怀明老师可以到池上的稻田里面去做稻荷 对 多好 是 今天非常谢谢惠卿 谢谢 谢谢惠玲 谢谢听众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继续